- 制作影片、圖片、圖片、甚至是網站 嗨大家好,這裡是費先生,我是Jason 現在在創作部落格或者是製作影片、圖片、甚至是網站 常常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那就是素材完全不夠用 如果在製作的過程中只靠自己拍攝的素材就完成作品 常常會有一種非常單調的感覺 而素材的產出無疑就代表必須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或者是金錢 而有一些素材的確透過專業的攝影師或者是攝影機 拍出來的效果絕對比我們一般人來得好很多 而這些作品當然也有所謂的著作權存在 我們也不能隨便去任意引用這些人的作品 而這些精美的素材作品當然也有提供可以讓你做購買的動作去使用 而對一些剛起步的創作者或者是一些規模小用途的公司來講 這樣子的花費當然是額外的一筆開銷 所以在網路上你就可以找到像CC0授權的這種素材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都可以免費的使用在我們的創作上面 像我就蠻常到Pexcel跟Pexbay這兩個網站去搜尋素材 那我們簡單說一下什麼是CC0 最初的中指當然就是希望創作者不要有太多的後顧之優 把這些素材拿去用把你的創作給完成 所以在沒有其他的條款影響下按照這個中指你是可以完全的免費 而且商務的去使用這些素材圖片 而當素材被標記為CC0之後就代表原作者已經對這一個作品放棄了他的著作權了 而另外一種是作品當時在產生出來的時候就已經納入公用領域了 所以像以上兩種使用起來要注意的事情就會比較少一點 我們再回頭看CC授權的第一種類型叫CCby 像這樣額外增加一個條款叫做必須標註人名或者是屬性 意思就是說我們在使用這個素材的時候就必須按照作者提供的這些資訊 將它標註在適當的位置 不過標註姓名的確有時候會讓你在做一些網站排版 有可能會讓這些標註出來的資訊過於搶眼 所以在作品的成像上 版面的確是必須透過一些安排的 而必須標註姓名及屬性的這種授權 的確也是我在使用上最後會採用的一種 像接下來的這三種我就完全不太會去使用 第一個就是不可商用 不可商用對公司行號來講基本上就是沒得談了 那有些時候會不會構成盈利其實是非常難說的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我會避免使用不可商用的這一種 再來就是不可修改 不可修改在版面上的排版的確就非常的難操作 就像是一些素材影片的長短你剪輯它也算是修改 那圖片的裁剪也算是修改 所以你必須原封不動的把這張圖放上去才叫做不可修改 所以這種授權的素材也的確會比較少用 最後一種就是必須要能夠使用相同的方式去分享的授權 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說你的作品裡面可能 引用到一個小小的素材 那這個素材它的授權方式就是用相同方式分享 所以你的作品只要引用到這個小小的素材 那你的作品的授權方式就必須要跟這一個小小的素材的授權方式一模一樣 聽完之後怎麼覺得這個授權變得好複雜 如果不小心沒有搞清楚誤用了就很麻煩 沒錯這一點我們必須要小心 但現在很多的素材網站都已經漸漸的捨棄用CC0的方式來做授權 而是分別都改用這家網站的名字再加上授權 那自己去打造自己的授權條款 但是當你打開條款來看就會發現這些條款 都是以CC0為基礎來打造 所以連標註作者名稱這件事情甚至都不需要 額外增設的條款其實都是把以前CC0容易被誤用的那些事情 拿出來好好的用文字跟你說明清楚 叫你不要再這樣子用了 例如比較常見的第一種就是 不要把這個圖庫的圖片素材 上傳到其他的網站上面 包含其他的素材網站 或者是你自己的網站讓別人去下載 再來不要對圖片上的人事物有一些冒犯的行為 像是在圖片上面增加了幾個 跟這個圖片完全無關的文字 誤導人家以為圖片裡面的人 做了你文字描述上面的那些事情 第三種就是不要讓人家認為 圖片上的那些人事物 有替你的產品做背書的行為 第四點最好有理解了 你不能把這些圖片下載下來 直接去做販售 第五點在書材裡面出現的產品 商標或者是人 都還是保有他們各自的權利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這些商標 或者是產品有一些關聯 或者是失意的話 還是必須經過原廠的同意 尤其是在商務上使用 必須要特別小心 最後一個就是 西西林讓原本作品的作者 放棄了對這張作品的著作權 但是並不代表你在修改 或調整了這張素材之後 你就擁有了相關的著作權 尤其有的時候有些網站 有使用到這些西西林的素材 但是他們的網站下面 卻又宣稱版權所有 反應必舊 其實這個時候 可能就會有一些爭議的產生了 西西創用條款的出現 以及發展 無疑對我們這些小學生創作者來講 是一個相當大的福音 只要大家把握一些原則 就可以讓你的創作過程更加的順利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